刚看到比特币 我们现在来看到世界很多国家 因为内战的缘故 到现在他们的币值跟通膨 已经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记录 委内瑞拉的通膨 加上疫情冲上了2665% 在委内瑞拉200万玻利瓦尔 才能够换1美元 所以政府在通膨的时候 印出了面额100万的纸钞 真的是空前了 而黎巴嫩它的币值 在两周内狂卸了三成 现在要15000黎巴嫩磅 才能够换1块美金 超市的商店都被迫暂时关闭 因为它大量需要进口 以这样的一个狂扁的币值 根本无法进口什么物资 邻国的叙利亚 大家都知道历经了10年内战 它的通膨飙升到300% 在叙利亚境内 目前超过80%的人陷入贫穷 一大跌钞票出现眼前 却不一定买得到什么东西 叙利亚内战界满十周年 总计超过50万人丧命 而活下来的人 也在努力为生活奋斗 因为目前通膨率 在百分之180到300之间摆档 壁直跟着跌落谷底 从内战刚爆发的2011年 民众在黑市还可以用47块叙利亚磅 换到1美元 一年前贬到700叙利亚磅 现在已经掉到4700叙利亚磅 对上1美元 包括领日新的民众 就连政府员工 基本三餐温饱都有问题 根据联合国调查 目前超过80%的叙利亚人 生活在贫穷的状态 60%的人甚至面临饥荒风险 如今经济在已受重压 除了种种疫情限制影响 还有经济来往密切的邻国 黎巴嫩 也面临到1990年内战结束以来 最大经济危机 超市杂货店紧急拉下铁门 因为黎巴嫩的币值 在周二掉到1万5黎巴嫩磅 对1美元新低 是官方排高价的十分之一 过去两周来狂泄近三成 如果从前年底算起 编织幅度已经高达90% 而这间生鲜商店选择继续苦撑 但是还能开多久就不得而知 业者预估仰赖进口卫生的黎巴嫩 粮食库存大概只够供应两个月 而贫穷状况已经迅速蔓延 除了疫情问题还加上政治危机 去年10月黎巴嫩的总理哈里里 获得组建新内阁的授权 期间却因为职位分配 和种种旗舰至今没有进展 相同的状况也发生在 中南美洲的委内瑞拉 像是手上这一叠钞票 只够拿来搭一趟公车 因为该股的通膨在今年1月 冲上百分之两千六百六十五 让委内瑞拉当局当场下令 每天领取现钞的上限 只有四十万玻利瓦尔 换算台币大约五块钱 为了缓解纸钞短缺 当局在这星期发行的面额更大 五十万和一百万的 委内瑞拉货币玻利瓦尔 但此举不止民众认为 治标不治本 就连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 也在力推数位支付系统 并且首先瞄准只能复现的 大众运输系统 虽然委内瑞拉人民 已经习惯有美元或金融卡 支付实物和日常采购 但该国流动的现金 有四分之三都在交通上 由于电子转账系统和卡片得仰赖进口 成本昂贵 使得委内瑞拉的行动支付计划 进展相当缓慢 像这样拿着大把钞票搭公车的日子 恐怕还得再过上好一段时间